Guten Tag,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走遍德国德语课堂。 Fisher一家人来到了德国波登湖畔的小岛,林岛。 通过听力练习和阅读课文,我们知道他们的旅程并不是那么的顺利。 通过PR的邮件,我们可以看出PR对于和全家一起出游,感到懊恼不已。 然后我们在语法讲堂部分,对表示现在时态的第二诗你,做了简单的复习总结和回顾。 然后我们学习了如何用第二虚拟来表示过去时态,也就是如何构成表示过去时态的第二虚拟。 那么在今天的这节课上,我们首先将学习表示过去时态的第二虚拟它的具体用途。 然后我们将学习后面一部分的内容。 同学们还记得来自柏林的两个小伙伴Christian和Anna吗? 他们要在波登湖畔骑行。 那么我们除了学习这部分的基础词汇,还要通过阅读课文来了解一下他们其形的情况,并对之前出现过在德语中如何用形容词来表示名词的语法,再做一次归纳复习。 好,那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 首先,让我们来学习表示过去的第二虚拟形式到底有哪些具体的用途呢? 那么知道了如何构成表示过去时态的第二虚拟,我们就要学习表示过去的第二虚拟可以用在哪些地方了。 和表示现在的第二虚拟不一样,表示过去的第二虚拟主要就是用来表示非现实的。 那么非现实一般会分成下面三种情况。 那么在今天的这节课上,我们只学前面的两点,也就是如何用第二虚拟来表示对过去的非现实愿望和非现实条件。 而非现实比较,我们将在后面马上就学到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非现实的愿望重句要如何构成。 I reale wunsch。 要表达非现实的愿望,我们有两种办法。 一种可以用win来引导这个重句,一种就是不用win。 我们先来看一下用连词win引导的,表示现在时态的非现实的愿望重句。 Wenn wir doch keine Unterricht hätten。 要是我们没有课就好了。 可能有同学会说,咦,这个句子怎么这么奇怪,样子像一个重句,但是却没有主句。 而且这个句子明明就像重句一样,是个唯语序嘛。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要是我们今天没有课,那该多好啊,也就是后面半句,那该多好啊,就不说出来了。 所以用win引导的非现实愿望重句呢,就是这样半个句子。 Wenn wir doch keine Unterricht hätten。 那有同学可能注意到这里的这个 doch,这个 doch是一个语气词,加强的是表达愿望的语气。 如果不用 doch,我们也可以用别的词,比如说像 nur, doch nur,或者 bloß,都是可以的。 比如,Wenn wir nur keine Unterricht hätten。 Wenn wir doch nur keine Unterricht hätten。 或者,Wenn wir bloß keine Unterricht hätten,都是可以的。 那么舒老师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非现实的愿望重句,它表达的是和现实的相对立,也就是和现实是不符的。 那如果有人这样说,就说明他今天一定是有课的,所以才可以说,如果今天没有课,那该多好啊。 那么这个句子的实态,就是现在的实态。 那如果舒老师想说,哎呀,昨天那场球多精彩啊,或者昨天那个派对多有意思啊,要是我昨天没有课就好了,要是昨天没有课,我就可以去玩了。 那么这个过去实态,我们就要用到上节课所学的过去实态的构成。 同学们想一想,有课叫做 Unterricht haben,那如果我要做成过去实态的第二虚拟,该怎么办呢? 回忆一下,是不是要用到注动词haben来做一个完成词呢? 也就应该做出来是, hätte Unterricht gehabt, hätte Unterricht gehabt,完整的说, Wenn wir doch gestern keine Unterricht gehabt hätten, wenn wir doch gestern keine Unterricht gehabt hätten,要是昨天没有课就好了。 这个句子非常容易的出错,因为有同学会直接把haben改成 hätten,而忘记表示过去实态是一定要用完成词来表示的。 那么这里的haben就要做成gehabt hätten,图书们可以比较一下表示现在和表示过去实态第二虚拟的差别,也就是一个是直接用动词变化过来的hidden,而另外一个用的是完成实态的gehabt hätten。 好,那么刚刚我们学的是有连词ven引导的非现实的愿望,那么这个ven其实是可以省掉的,如果把ven省掉,就和一般的条件状语从句一样, 我需要把原来位于句末的辨位动词提到整个句子的最前面来,其他的部分可以保持不变,比如说像,哎呀,要是今天没有课就好了,我们把ven去掉,就变成了Hetten wir doch keine Unterricht Hetten wir doch keine Unterricht 那如果说,昨天没有课就好了,把ven去掉,同样把最后面的辨位注动词hidden提上来 Hetten wir doch gestern keine Unterricht gehabt 同学们可以回忆一下,上节课阅读课文里出现的两句,不带廉词ven引导的非现实愿望从句 Hette sich Papa doch wenigstens einmal vorher um unsere Unterricht gekümmert 还记得这句句句子吗?爸爸要是事先略微考虑一下我们住哪儿就好了 同学们看看,如果我要把ven加上去的话,这个句子应该变成什么样子呢? Wen sich Papa doch wenigstens einmal vorher um unsere Unterricht gekümmert hätte 对了,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一句呢? Wären wir doch bloß nach Italien gefahren 要是我们去了意大利就好了 这个句子如果把ven加上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Wen wir doch bloß nach Italien gefahren wären 所以同学们在做表示非现实的愿望从句时,一定要考虑一点的是,你到底是用ven还是不用ven,因为用不用这个廉词ven,你的继续可是截然不同的呢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你的愿望到底是现在的愿望还是过去的愿望? 类似于如果有很多钱就好了,如果不用上班就好了,如果有一个男朋友就好了,这肯定是现在的愿望 但要是后悔懊恼以前已经发生的事情,希望以前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那我们就只能用表示过去时态的第二时你了 好,想阅读课文里,爸爸其实在旅行之前并没有安排好住宿,而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去意大利旅行一样,他的愿望都是和事实相反的,也不能更改事实 好,在理解了如何构成非现实的愿望从句之后,我们来学习如何构成非现实的条件从句 其实,非现实的条件从句跟普通的条件状语从句看起来是一样的,我们先来看一首小诗 Ein Volkslied,一首民谣 Wenn ich ein Flüglein wäre, und auch zwei Flüglein hätte, flüge ich zu dir 如果我是一只小鸟,拥有一双小翅膀,那我就飞向你 大家看这个句子和我们平时用的Wenn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是不是一样呢? 但是事实上我不可能是小鸟,我也不可能长出翅膀,所以我就用了第二虚拟来表示非现实 Wenn es aber nicht kann sein,Wenn es aber nicht kann sein,bleibe ich all hier 但是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所以我只能默默的留在这里 这些小诗可以告诉我们,因为Wenn引导的条件状语是假设的,非现实的 所以后面主句里的结果也是非现实的 因此Wenn引导的非现实状语从句里面,主从句里面都要用到第二虚拟 那么到底用现在还是用过去的实态就取决于你想表达的含义了 我们先来看一个用Wenn引导的,表示现在的非现实条件状语从句 Wenn er eine Wohnung finden würde,zöge er sofort aus Wenn er eine Wohnung finden würde,zöge er sofort aus 能看出这里的zöge是哪个动词的第二虚拟识吗? ziehen,ausziehen,搬出 ziehen的过去式是zöge,加上A,加上帽子之后就变成了zöge 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是他能找到房子,他马上就搬出去了 这句话用了第二虚拟,可见他的含义是他找不到房子 但凡他有可能找到房子,我们就不该用第二虚拟 而是应该用Wenn er eine Wohnung finden,zöge er sofort aus 我们只需要用直程式就可以了,用第二虚拟识的意思就表示他找不到房子 那么同样,如果在表示非现实的条件状语从句里,省略了连词Wenn之后 要把从句原来位于句末的变味动词挪到句首来 那么前面那个句子就变成了 Wenn er eine Wohnung finden,zöge er sofort aus Wenn er eine Wohnung finden,zöge er sofort aus 再来看一个例句 Künnte ich tun was ich will,wurde ich ein Haus kaufen Künnte ich tun was ich will,wurde ich ein Haus kaufen 要是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那我就买一桩房子 这样的句子对于同学们来说,可能语意比较难以识别 因为同学低眼看过去,或者低耳朵听到的话 可能没有察觉到,其实他是省略了Wenn的条件状语从句 好,再来看两句,表示过去时态的非现实条件状语从句 Wenn er die Möglichkeit gehabt hätte,wäre er schon längst umgezogen Wenn er die Möglichkeit gehabt hätte,wäre er schon längst umgezogen 他之前要是有机会,他早就已经搬出去了 同学们要注意这里用了gehabt hätte,所以他表示的是过去时态 如果我说Wenn er die Möglichkeit hätte,是说他如果现在有机会,他早就搬出去了 而事实上这里用了gehabt hätte,意思就是他之前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已经搬出去了 这句句子如果省略掉Wenn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Wenn er die Möglichkeit gehabt,wäre er schon längst umgezogen 好,再来看一句 Wenn er meine Eltern nicht dagegen gewesen,wäre ich ausgezogen Wenn er meine Eltern nicht dagegen gewesen,wäre ich ausgezogen 我们知道反对什么事可以说,ich bin dagegen 那么这里的wäre gewesen也是过去时态,表示的是之前那个时候,要不是我父母反对,我早就已经搬出去了 我们如果说成wäre meine Eltern nicht dagegen,意思就变成我父母现在要是不反对 而用了wäre gewesen,就表达出了过去的时态 我们同样可以把这句话改写成Wenn meine Eltern nicht dagegen gewesen wären 不过舒老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除了连词Wenn可以引导非现实条件状语从具 其实其他的词也可以表示非现实的条件 比如说像借词 Buy, owner, mit,或者an deine Stelle,an ihre Stelle,都可以表示非现实的条件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Buy guten wetter würde er mitkommen 要是天好,它肯定也会一起来的 这句话用了第二诗语,Werder mitkommen 说明现在的天气不好 那么这里的Buy guten wetter隐含的意思也就是 Wenn das Wetter gut wäre 再看一句 Ohne die vielen Autos wäre die Luft bestimmt besser 要是没有这么多的车的话 我们的空气质量肯定会好得多 这句句子里的Werder也体现出 没有这么多的车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愿望而已 事实上,Wer haben viele Autos und die Luft ist auch nicht gut 因此这里的Ohne die vielen Autos也相当于一个Wenn引导的条件从句 Wenn wir nicht so viele Autos hätten 或者Wenn es nicht so viele Autos gäbe 我们再来看两句表示过去时代的例句 Mit mehr Geld hätte ich mir ein Auto gekauft 要是我有更多的钱 我早就给自己买好一辆车了 An deiner Stelle wäre ich dort geblieben 要我是你 我肯定留在那里 就表示我已经待在那里 留在那里了 那除了这些借词或者借词词组 还有没有别的词经常会和表示非现实的第二虚拟联用呢 那就是副词 sonst Andenfalls 也就是不然 否则的意思 那么这两个副词经常和表示过去时代的第二虚拟联用 我们来分别看两个例句 Ich habe wirklich keine Zeit sonst würde ich kommen 我真的是没时间 不然我肯定会来的 那么这里的sonst 不然否则其实表示的就是 wenn ich Zeit hätte 要是我有时间的话 我肯定就来了 再看一句过去的 Ich hatte wirklich keine Zeit 我之前 我昨天真的是没时间 sonst wäre ich bestimmt gekommen 不然我肯定就已经去了 通过刚才的这些例句 同学们是不是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如何用第二虚拟来表示非现实的愿望和非现实的条件呢 下面就请同学们自己通过练习巩固一下吧 好 好 在学习了表示过去时代的第二虚拟的具体用途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课文的后面一部分内容了。 我们将跟随Christian和Anna一起来体验他们波登湖畔的奇形之旅。 在这之前,让我们先来学习本部分内容的基础词汇。 Das Unglück die Unglücker Das Unglück die Unglücker 不幸,有的时候也可以指事故。 它的反义词当然是Das Glück,幸福,幸运。 那么Unglück就是不幸了。 Du hattest wirklich Glück im Unglück. Du hattest wirklich Glück im Unglück. 你这个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呢。 Einpacken Einpacken 可分动词 我们知道packen有打包的意思,那么Einpacken是打包进去,也就是装起来。 它的反义词应该是Auspacken 比如我们要去出差,那么收拾行李,打包东西,我们就可以叫Einpacken。 而我们收到礼物或者收到快递,把它拆开,就是Einpacken了。 早餐后,我们就马上把帐篷收拾起来,并且往Saintest的方向出发。 Loss Loss 这的Loss是Lossgehen或者Lossfahren的简称,就表示出发的意思。 Richtung gehen Richtung fahren 往什么方向走,或者往什么方向行驶,Richtung后面可以直接加方向,像前面一个句子,Richtung Saintest,就是朝Saintest的方向。 Wir sind Richtung Bern gefahren Wir sind Richtung Bern gefahren 我们是朝着波尔尼的方向在行驶。 其实这样的句子里,就好像省掉了借词,In。 Wir sind in die Richtung Bern gefahren 往哪个方向,一般我们可以用In Richtung,但是也可以省掉。 Rauf gehen Rauf gehen 向上走 不管是向山上走,还是向河的上游走,我们都可以用Rauf gehen 那么相反,我们就应该是Runter gehen Runter gehen Ap urnesh gehen Estan den pass Rauf Ap urnesh gehen Estan den pass Rauf 从Unesh开始,就沿着山口向上了。 Der pass Die Pessa Der pass Die Pessa I口 山口 这个单词我们之前,讲登山运动的时候见过。 Der pass lag in über Touden Dreihundet Fünfzig Meter Höer Der pass Lag in Über Touden Dreihundet Fünfzig Meter Höer In Höer 在空中 在高空中 山口可是位于海拔1350米的高空中啊。 Der Höermeter Die Höermeter Der Höermeter Die Höermeter Höer 高度 Höermeter 海拔多少多少米 Wir haben über ein Taunend Höermeter geschafft Wir haben über ein Taunend Höermeter geschafft Shaffen 做到,我们骑行可是到了海拔1000米以上啊。 Das Leihrat Die Leihreder Das Leihrat Die Leihreder Leih 这个词干来自于动词 Leihen Jer 零 Nummer Nummer Leihrad 就是 Jer Leih Jer und Das Me Den Furchtbaren Leihreden Und DAS Me Den Furchtbaren Leihreden 而且骑的还是借来的破自行车 形容词 这个单词本身可以解释为天才的 也可以用作绝妙的解释 这就是山最棒的地方了 只要你一旦爬了上去 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行驶下来 Rollen Rollen 转动 同学们记不记得我们学过一个名词 叫的Roller die Rollen 可以用作量词 比如说一卷手指 也可以解释为角色 Eine Roller spielen 那变成动词呢 就是转动的意思 例如 哎呀那个球滚到马路上去了 Wirball rot auf die Straße Wirball rot auf die Straße 有比如这里的例句 Die Leihreder rollen schlecht Die Leihreder rollen schlecht 应该是直接来的自行车 骑起来不是非常流畅 滚动比较困难吧 Rollern Rollern 行驶下来 滚下来 Das Gasterhaus Die Gasterhäuser Das Gasterhaus Die Gasterhäuser 旅馆 我们知道乘客 旅客都叫做 Gast 那么 Gast 居住的那个房子 当然是旅馆了 Ich hatte meine Fototasche Oben in Gasterhaus vergessen Ich hatte meine Fototasche Oben in Gasterhaus vergessen 我把我的相机包 忘在旅馆的上面了 Das Lette sein Das Lette sein 我们知道Let本身是一个形容词 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last 解释为最后 这里的Das Lette 就是形容词做名词 表示最糟糕的 最差的东西 比如我说 哎呀 现在在放的这些电影里面 这部是最难看了 Der Film ist doch das Letzte Der Film ist doch der Letzte 这句 Das Letzte sein 因为是一个固定的说法 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 就不用考虑 电影是阳性的 我是不要把它变成 Der Letzte 我们就用 Das Letzte 来指最坏的事 或者最坏的情况 Das war echt das Letzte Das war echt das Letzte 这真的是最糟糕的事情了 这等级 这些玉词 这些玉词 她送我来看了 这些玉词 它天国 edit 是谁端子清arken的 而华 Innov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向上行驶 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向上驶去 可分动词 这个前缀又表示冲着朝着的意思 所以就是某人朝着我迎面而来 那么注意因为这个单词是不及五动词 所以朝着谁过来呢 这个谁只能用人三 也就是第三格 我们看一下例句 突然有一辆奔驰朝我迎面时来 这个地方我就做成了第三格 并且朝我做首饰 示意我天下 信号 像某人做首饰 或者给某人信号 可分动词 这个动词做集五动词用 就是拦车 让车停下来 那么做不集五的时候 就可以指车自己停下来 Hinterher fahren Hinterher fahren 可分动词 分在Hinterher这里 跟在谁的后面行驶 同样因为Hinterher fahren不集五 所以跟在谁后面行驶 这个人要做第三格 他就这样开的车跟在我们后面 这里的Uns就是第三格 这是我长久以来遇到最友善的事情了 很久以来 如果换一个词组的话 就等于 这里的 也是形容词 做名词 最友善的事情 也就是最nice的事情了 her kommen her kommen 可分动词 过来 Ich möchte unbedingt wiederher kommen Ich möchte unbedingt wiederher kommen 无论如何 我想再来一次 mit fahren mit fahren 同样也是可分动词 一起来 一起乘车 wilst du nächstes mal mit fahren wilst du nächstes mal mit fahren 下次你想和我一块来吗 Die Sprechbla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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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se 原因有水泡 气泡的意思 那么 Sprechblaze 一般就是书上面的对话框 话题框 哪个对话框最合适 Ziemlich Ziemlich 相当的 我们学过 Ziemlich 做副词 那么Ziemlich 也可以做形容词 Wir hatten Ziemliches Glück Wir hatten Ziemliches Glück 看到Ziemlich 词尾的变化 我们就知道 这里它做的是定语 修饰后面的 Glück 我们真的是 有相当的运气呢 Pech haben Pech haben 倒霉 这个词组 其实我们也学过了 我们知道 它是Glück haben的 反译词组 Glück haben 解释为 走运的 幸运的 而Pech haben 就是 倒霉的了 Win die Fototasche weg gewesen wäre Hette ich Pech gehabt Win die Fototasche weg gewesen wäre Hette ich Pech gehabt 要是我的相机包 不翼而飞了 那我真的是 倒霉了呢 同学们看 这就是一句 Win引导的 非现实 条件状语 同句 事实上 它的相机包 应该没有找不到 而且它也没有倒霉 而且这件事情 已经发生了 所以用的是 表示过去事态的 第二诗你 Gewiesen wäre gehabt Hette Die Umleit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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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改线 绕道 同学们 记不记得 我们学过一个单词 叫 Umwik Eine Umwik Machen 指的就是 绕路 因为 Um本身就有 围绕的意思 那么 Leitung 本身有 引导的意思 所以 Umleitung 一般是由于修路 或者交通管制 而引起的 交通改线 Weigen der Umleitung Haben wir Fier Stunden gebraucht Weigen der Umleitung Haben wir Fier Stunden gebraucht 由于交通改线 我们花费了 四个小时 Der Mercedes Fahrer Der Mercedes Fahrer Kai Benz Dar人 Ein Mercedes Fahrer Ist Mir Ent Gegen Gekommen Ein Mercedes Fahrer Ist Mir Ent Gegen Gekommen Yowen Jia Shit Benz Z Z Yang Wa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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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 Lai Die Geschwind Di Geschwind Geschwind Di Di Geschwind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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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 Di All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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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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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 以很快的速度了 所以例句里的 就是 逼迫 强迫我停下来的意思 注意 是不规则动词 不可数名词 炎热 高温 我们可以说它是 heiß的名词 heiß 热 hezza 指的就是 热浪 或者高温了 由于高温 那么行驶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用德语解释这个单词 就可以说 我们这是在七月炎热的天气下完成了这次交游 用借来的自行车进行骑行 真的是非常可怕 可分动词 跟在谁后面行驶 同样因为 不及物 所以跟在谁后面行驶 这个谁也用第三格 这里的 就是第三格 原来店主跟随在我们后面行驶呢 好 在学习了这部分的生词之后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Christian他们的骑行 是否是愉快的体验呢 请同学们把书本翻到146页 练习一 不幸中的大幸 lesen Sie bitte den text und machen Sie die entsprechenden Übungen 请同学们阅读课文 并完成相应的练习 请同学们 Gut Sie haben einen Brief von Christian an Sandro gelesen 大家读到的是Christian写给 Sandro的一封来信 那么在第一个练习中 要求大家根据阅读课文 判断Christian对他旅途中的几个因素 评判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这几个因素分别是 Landschaft 风景 Fahrräder 自行车 Leute 人 Essen 食物 也就是Christian对这四个方面 到底是否满意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文 Lieber Sandro 亲爱的 Sandro Gin ist an den pass rauf auf über 1350 Meter 从Uernisch开始 山口开始向上延伸 一直到海拔1350米的高空 Das war wirklich das anstrengendste was ich je gemacht habe 这真的是我所做过最累人的事情了 这里的das anstrengendste 就是形容词做名词 我们知道 anstrengend 是辛苦 劳累的意思 那么das anstrengendste 就是最辛苦 最累人的事了 那么同学们注意一下 第一分词在做最高级的时候 虽然是de结尾 但是不能再加a了 直接加st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是 das anstrengendste über 1000 Höhenmeter und das mit diesen fußbaren Leihreden 骑到了海拔1000米以上 而且还是骑着这些租来的 车况非常糟糕的自行车 4 Stunden haben wir gebraucht und sind völlig fertig oben angekommen 我们一共花了4个小时 到达山顶的时候 简直就是累坏了 Die Aussicht war wirklich genial Direct über uns der Schnee bedeckte Gipfel von Sintis 那里的景色 真的是太奇妙了 就像我们的上方 就是被白雪覆盖的 Sintis der Shantung Ich habe jede Menge Fotos gemacht 我拍了很多的照片 这里的 jede Menge 就等于 eine Menge 就等于 viele Fotos Das beste aber war das Mittagessen in der Gasterstätte oben am Pass Da haben wir die leckersten Rüste der Welt gegessen 不过最棒的要处在山上山口处 那家饭店里吃到的午餐了 在那里我们吃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烤土豆 这里也有形容自作名词 Das beste Das beste 最棒的事情 Die leckersten Rüste Die Rüste指的就是bratkartoffeln 就是烤土豆 原来他们在山上的一家饭店里吃到了烤土豆 认为这个烤土豆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所以他认为整个旅程中最棒的是 就是在饭店里吃的这顿午餐 这顿美食了 Das runterfahren nach dem Essen war wirklich super 吃完饭的下山之行 真的是太棒了 Das ist das geniale an den Bergen wenn man oben ist und nur noch runterrollen muss 这也是山最棒之处 当我们登上了山顶 之后就只需要行驶下来就可以了 同学们可以想象 骑自行车上山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下山的时候就不用费劲了 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 Dachte ich 我原来是这样以为的 Den als wir unten in Enertbrühl waren habe ich plötzlich gemerkt dass ich meine Fototasche oben im Gashaus vergessen habe 因为当我们到达下面的 Enertbrühl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我把我的相机包忘在山上的饭店里了 Das war echt das letzte 好不容易开开心心的下山了 突然发现东西落在山上了 这真的是很痛苦 所以Christian说 这真的是最糟糕的事情了 想到还有很痛苦的在骑回山顶 我想Christian一定是痛不欲生吧 Anna hat keine Lust mehr und Worte unten bleiben Also bin ich allein mit dem Rad wieder raufgefahren Anna没有兴趣 再和我一起骑上去了 她愿意在山脚下等我 所以我就一个人 骑着车 再往山上驶去 Nach ein paar Minuten kommt mir dann plötzlich ein Mercedes entgegen Und macht mir Zeichen dass ich anhalten soll Mei过几分钟 就要一辆本池 向我一面来 Bing是一位停车 Das war doch tatsächlich der Besitzer von der Gassestädte oben der meine Tasche gefunden hat und uns mit dem Auto hinterher gefahren ist 事实上 ne我本池车主 就是山顶上饭店的老板 他发现我的包 bing家车 来追加我们 Uns hinterher gefahren ist 开车在我们的后面 其实就是 驾着奔驰车 来追赶我们 Was für ein Glück 我是多么的幸运啊 Das war das netteste was mir seit langem passiert ist 这是我很久以来 遇到最友善的事情了 Nächstes Jahr müschte ich unbedingt wiederher kommen 明年我还想来 Willst du mit fahren Ni要不要跟我一块来 看来Christian 对他这次 波登湖的骑行之旅 还是非常满意的 那么刚刚所说到的四方面 哪几个方面 他觉得非常棒呢 Landschaft 景色肯定是 因为他说过 Die Aussicht war wirklich genial 景色实在是太奇特 太优美了 然后 Leute 人肯定也是一个要素 饭店老板 当Christian 把他的相机包送下来 Christian说 Das netteste Das mir seit langem passiert ist 是我很久以来 遇见过最友善的事情了 而美食则更不用说了 因为Christian说 Die leckerste rusti der Welt 世界上最好吃的烤土豆 而且还说 那天的午餐 是那天所经历的 Das beste 最好的事情 唯独让Christian觉得不满的 就是他借来的自行车了 因为他用了哪个形容词 来修饰这些自行车呢 他用了 Furcht bar 可怕的 Die furcht bar很 leihre的 可见Christian 对借来的自行车 十分的不满 好 在第二个练习中 需要同学们找到 和Christian来信 最相匹配的对话框 这个应该也不难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Erstens Wir hatten ziemliches pech 我们还真是倒霉 Wegen der Umleitung haben wir vier Stunden bis auf den Berggipfel gebraucht 这句话里面 有正确的信息 就是 Vier Stunden 在信里面也体现到 那么错误信息是哪里呢 Wegen der Umleitung 由于改道 我们在Christian的信里面 是没有看到 改道这个信息的 这句话说 由于改道 所以我们上山花了四个小时 是错误的 事实上 因为这座山的 山顶在海拔一千多米以上 所以骑行非常的辛苦 anstrengend 因此他们消耗了四个小时 所以 Die erste Aussage ist er falsch 第一个句子是错误的 二次 一辆驾驶奔驰的车主以最高的速度向我驶来,并且把我逼停。 这句话里的正确信息是,一辆驾驶的车主,的确出现了一位奔驰车主,但是他并没有用高速逼停克里,而是向他打手势,示意他停车。 所以第二句句子也错了。 很久没有度过这么愉快的假期了,也就是很久以来最好的假期,有这么棒的景色,有这么好的美食,还有这么友善的人。 那么这三点正好是我们前面在第一个练习里碰到的,所以这句话还是蛮准确的。 再看一下第四句。 In der julihezza war das fahrrad fahren das anstrengste, was ich je gemacht habe, nie wieder。 在七月的酷暑中,骑行,真的是我所做过最辛苦的事情了,再也不了。 这里有两个错误信息,最辛苦不是因为炎日的天气,而是因为海拔的高度。 另外一方面,最后的Nivy的也错了,他说我再也不去了,而事实上Christian说第二年他还要来,还喊他的小伙伴一起去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在前面这篇阅读读课文里出现了几个DAS引导的形容词作名词。 那让我们在形容词作名词这个语法框架下,把这个语法点再复习一下吧。 adjectiva als Norman 形容词作名词 在德语中,因为我们缺少某些相应的名词,有的时候会借用形容词来表示名词。 举一个例子,比如德语里没有一个单词,表示德国人,那怎么办呢? 就用形容词deutsch,进行适当的变化来代表德国人。 那么这个就是形容词作名词了。 在德语中,形容词作名词主要有两种用途,一种就是人,一种就是事物。 我们先来看一下形容词作名词如何表示人吧。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就拿刚刚的德国人为例,形容词是deutsch,deutsch。 那个德国男子,derdeutsche,那位德国女士,diedeutsche,那些德国人复述,diedeutschen。 一位德国男士,ein-deutsche,一位德国女士,eine-deutsche,很多德国人,fiele-deutsche。 在形容词表示人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男性,一种是女性,当然也包括负数。 要用形容词deutsche,代替德国人,要完成两件事,首先,首字母要大写,因为德语中所有的名词都是首字母大写的。 其次,因为它的本质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它的词尾要不停地进行形容词词尾的变革。 因此,同学们如果形容词词尾变革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形容词作名词代表人,估计也够呛。 我们再来看几个用形容词来表示人的例子。 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形容词, 用来指代人,这个时候要么是男的,要么是女的,或者也可以是负数。 那么再来看第二种情况,也就是形容词作名词,指代事物或者事情。 那么指代事物或者事情的时候,只可能是一个词性,那就是中性的。 形容词作中性名词,表示事物的规则,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学过,读学们可以回忆一下。 形容词可以和不定代词连用来表示中性名词,表示概念或事物,但首字母需要代写,还有词尾的变化。 那么词尾的变化呢,非常有规律。 同学们回忆一下,当时是这样讲的。 etwas和nichs是特例,它前后都有es。 比如说,etwas interessantes。 etwas interessantes就是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或者一些有趣的东西,可以简称为was interessantes。 nichs interessantes就是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或者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剩下的别的词,前后都只能出现一个es,记得吗? Wenich positives没有什么正面积极的东西。 viel interessantes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Alles guter所有的好事。 einiges schöner一些美好的事物。 vieles neuer就等于viel neuers,很多新鲜的事物。 das wichtigste,最重要的是。 同学们看,在这些不定代词的后面,它跟着形容词的词尾变化,和前面只能出现一个es。 前面有了,后面就没有,只有es。 而如果前面没有es的话,后面就是es。 那么在我们今天这篇课文里出现的都是das引导的,后面加a的形容词变化。 而且定贯词das非常喜欢和形容词的最高级连用。 das angstrenste,最辛苦的事。 das beste,最好的事。 das nette,最友善的事。 当然如果不用最高级也可以,比如说das letzte,最糟糕的事。 同学们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词尾变化非常的简单呢? 不过一定要记得把首字母大写,一定要记得词尾要有形容词词尾的变化。 好,在今天的这节课上,我们首先学习了表示过去时代的第二虚拟式具体的用法。 然后我们通过阅读理解,体验了Kristian和Anna在波登湖畔的骑行之旅,并且复习和巩固了德语中形容词做名词的语法规则。 那么在下节课上,我们将来到德国波登湖畔的小岛,Mainer。 我们将通过阅读课文,学习表示过去的第二虚拟式的最后一个用法,也就是非现实的比较。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Auf Wiedersehen!